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裁判实在看不下去 掏出了黑盘 才让比赛勉强打完 这两场比赛一打完 观众嘘声震天啊 国际奥委会和世界雨联随即宣布了 这四对选手消极比赛取消这一届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看到没有 今天的杨子婉报报道这个事 杨子婉报在报道于阳和王小李这场震惊世界假球的时候 用那么个标题 叫世界第一发球不是出界就是下网 这是主标题 其实我觉得副标题更好 你看副标题怎么写的 叫打假球竟然打到了奥运会 您想想 全世界都在看的奥运会 这都敢打假球 多出风头啊 处罚结果出来之后 中国奥运代表团表示尊重处罚决定 但是余阳和王小李认为这叫合理利用比赛规则 这不是打假球 余阳在微博上还宣布要退役 那这个中国羽毛球队的总教练 李永波的态度也非常有意思 他虽然承认了这个余阳和王小李是消极比赛 并且也跟球迷道了歉 但是道歉之余 这李教练还不忘给自己辩解 说是什么 对新赛制理解不透彻 所以才没有权力以赴 你要听这话 听起来这李教练好像也没觉得打假球有什么 其实这是李永波一贯的态度 让球和消极比赛在他看来不叫打假球 只是合理利用比赛规则 其实就在这一届伦敦奥运会开赛之前 李永波就已经讲过这样的话 说让球不算假球 您想想 总教练心里边没有假球的概念 那队员怎么可能认为打假球有问题呢 实际上中国羽毛球打假球也不是一次两次 你乒乓球也好不到哪去 多年前 中国女兵队员陈静 拒绝按照领导要求打球 这件事我估计很多朋友还有印象 打假球都打出传统了 那权力取胜的体育精神早就给忘得干干净净 难怪这次假球这事之后 韩国印尼的选手都说 说我们打假球是跟中国选手学的 把人都给教会了 为了金牌能够不择手段 有了金牌就意味着有奖金 有地位 意味着有一大帮的人跟着想听服务 这是打假球打成传统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那如果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我觉得不单球员可以打假球 唱歌的不也可以假唱吗 企业也同样可以造假 学历能够造假 GDP数据不一样都能造假吗 到了最后所有人都造假 习以为常了都没问题 你看现在社会上很多领域里边造假成风 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很多人对造假 已经根本就没有羞耻之心了 而且其实不说都明白 造假的风险确实不高 您看看有多少造假的丑闻 最后都是不了了之的呢 你就琢磨琢磨这句话 叫合理利用比赛规则 怎么听 怎么跟一些造假的企业所谓的什么 合理利用法律法规的空档 是一个强调 那么很多事啊 往往就太过于强调结果的正义 很少去考虑过程 很少去考虑这个程序的正义 实际上这是在变相鼓励和纵容很多人 为了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的做法 好像是什么呢 只要我这目的是好的 初衷是好的 结果只要能实现 什么事都能干 那你要那么讲 医院为了给病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多点先进设备 多盖几个大楼好吧 那是不是意味着医生就能开大厨房 医院就可以大笔的捞钱呢 教师为了教好学生 初衷是好的吧 是不是就可以进行体罢 或者就给那学生带上绿领金了呢 最要命的在哪 只要能得到荣誉 能得到金钱 能得到经费拨款等等一系列 即便他是造假 这都成了非常值得教的一件事 都成了让人羡慕的 让人仰慕的成功人士 这就叫典型的成王败寇 典型的急功近利 我觉得让参与奥运会 假球事件的所有人付出代价 不仅关系着中国体育的形象 也关系着整个社会风气的一个引导 还关系着咱们 能不能从此对造假现象开始零容忍 好了各位 读博局长